OK啊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配合login required 实现我们 登录后页面的一个跳转 但是你注意这里面呢 我们虽然能实现啊 这个登录后页面的一个跳转 但是你发现啊 在这个里面呢 你只要有试图需要登录 你是不是都要用那个login required 把它包一下 把它包一下啊 一方面看起来 你这里面进行URL配置的时候呢 它呢 你写的内容呢 比较复杂啊 比较复杂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做啊 我们怎么做 你注意还是呢 我们的类似图这边啊 你看到啊 那么类似图这边呢 有一个叫做使用mixin啊 mixin它是一种多继承的一种形式啊 多继承的形式啊 然后呢 这些东西呢 你注意在下面呢 它给你举了一个例子啊 叫做封装sview的mixin 好 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有许多这个试图对吧 他们都应该使用这个login required装置器 这样的话 你可以实现一个叫做mixin的一个类 在这个类里面你干嘛呢 你定一个类 你让它继承一个 然后你自己在这个类里面定一个类方法 叫做sview sview里面干嘛 第二用 复类里面的这个sview这个方法 对吧 获取到它的返回值之后 然后呢 最终我返回的是谁 返回的是login required view 是不是相当于用的 login required 对它做了一层包装 对吧 那么之后呢 在你试图里面去使用的时候 你定义试图类的时候 你先让这个类呢 先继承我们的mixin这个类啊 mixin这个类 这里面呢 就我们通过这个定义这样一个类 哎 你呢 就可以实现这个登录的判断啊 在哪里面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可能其他试图里面 也需要有试图呢 登录之后才能访问 所以这一部分东西呢 我们不能直接放在某一个应用里面 一些通用的东西啊 注意 在项目里面 一些通用的东西 我们会单独的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新建一个Python package啊 这个名字 哎 你经常会见呢 叫做 Utios啊 叫Utios 那么Utios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翻译成这个中文呢 就是工具的意思啊 工具的意思 对于一些通用的东西 你就可以呢 定义在这个Utios啊 文件夹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干嘛呢 我们新建一个Python文件啊 比如说我记得mixin mixin啊 然后在这里面 新建完它之后呢 我在里面干嘛啊 导入我们的 从我们的Jungle 点Cripe 点Other 点Dekka 拼着啊 Import Login Required 这个装置器 导入之后 下面呢 我要新建一个类 class login required mixin 然后 继继续 然后继承 我们的object啊 在它里面 我干嘛呢 我自己呢 去定义一个类方法 define add add class meta 然后呢 define 然后呢 我就叫做啊 s view啊 定义的这个sview呢 你注意 它必须呢 跟我们这个UILS里面配置这个sview呢 它参数呢 是一样的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应用里面找一个UILS点击进入一个原代码 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里面啊 看一下我们找到这个sview点进来 它的方法是不是这样的 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mixin里面 好 放过来之后呢 在这里面我们干嘛呢 我们首先我们要在这里面 我要去调用负类的sview啊 就在这里面我需要 哎 调用 负类的sview啊 调用这个负类的啊 哎 调用负类的sview 好 调用的话 我们给大家调用负类的方法 就是 这个sview的sview对吧 第一个参数呢 传入这个类名 login required mixin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传入这个cls啊 cls 然后点什么呢 点这个sview 哎 点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参数的给传进去 就是unit对吧 kw加s 把这个参数给它传过来 那么最后呢 它这个负类呢 会给我们反馈一个值 我们就叫做view啊 然后在它里面 最后呢 我去返回这个值的时候呢 我直接return login required 相当于我对它进行了一个包装啊 进行一个包装 那么有了它之后 对吧 那么凡是有些试图需要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 我直接让它继承的时候 首先你先继承我mixin里面的这个类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mixin这个类给它导入过来 在我们上面导入过来啊 就在我们的这边 导入我们这个东西 在下面我们就导入它啊 from我们的youtube.mixin 导入这个login required mixin啊 导入过来之后 下面呢 有三个试图需要呢 用户登录之后才能访问的 比如它 我在这里面 首先继承的时候 第一个呢 就是继承业 它啊 继承业它 那么这里面也是继承业它 这个呢 也是继承业它啊 继承业它 OK 把它继承之后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配置这个url地址怎么配置啊 你注意在这里面 我就不需要这样配置啊 直接在这边把它注视掉啊 注视掉之后 那么我们再往下配置呢 还是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写法来配置啊 直接找到这里面 看到啊 点开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配置的话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写法来写啊 写上呢 用的infoview.sview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在这里面 把这个呢 写上 那么这个 拿掉 我就不在外面包这层的啊 不在外面包这层的 不在外面包这层的时候呢 这里面啊 用户中心 那么 地址页啊 地址页 好 那么当我们写完这个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效果啊 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 点开之后 那么首先访问这个address吧 访问之前先把这个章的记录的东西给它清掉啊 清除这个浏览的数据 然后 先访问这个地址 好 一敲回这 看到没有 访问这个U的啊 访问U的 访问U的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输入这个优惑名 I su这个密码 点击 I su回来了 那么这里面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啊 我们把这个清掉之后给大家说一下啊 好 那么这里面啊 那么这里面啊 你就意思 他是呢 是我们这个login 愉快的mix in它的一个使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看法 了 我 继 인 囧 诼 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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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